大家好,我是開傑KJ 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要來聊的就是 需不需要請健身教練啊 蠻多初學者就會互相討論說 欸,我到底需不需要請健身教練 在請教健身教練之前 應該要先給自己設定一些目標 那健身教練能夠幫我幫什麼 幫助我什麼,減肥 因為變胖啊 想要讓你的體態變好 讓自己的運動能力變好 有些人可能會希望說 欸,打打拳啊,柔道這些摔腳 大多都是想要讓自己體態變好 這些都會是一些目標 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欸,我請了教練 那跟教練約好我一個禮拜一次上課 兩次上課 跟教練約好 我就不能偷懶不去健身房 可能8週 12週之後 上完教練課 也慢慢養成一個運動習慣 也有人這樣子 學一些運動觀念 因為很多初學者 剛開始健身 踏進健身房 所有的器材 不知道要怎麼練 不知道怎麼操作 說明書 看一下那個圖 知道說 這個大概是在練手的 這個大概是在練背的 不知道要做幾下 不知道要做多重 要做幾個循環 課表的規劃啊 觀念啊 修養啊 恢復啊 營養要怎麼吃啊 都是請教練的一些觀念 很重要的就是 怕受傷 很多人剛開始在練的時候 很多一些細節沒有注意到 這時候會受傷 請教練就可以 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前提就是先給自己設定目標 這時候再來找教練啊 找教練 要注意什麼呢 找教練之前 要先有目標 剛才講的一些目標嘛 你總不可能說 隨便找一個教練 你跟他說 教練我要學攀岩 我要學打高夫 所以等於是你要有專項化 當然現在大環境的關係 很競爭 所以很多教練 會學好多樣 拳擊也會啊 健力也會 舉重也會啊 還有很多的領域 都會涉獵 你如果只是說 我只是學60分就好了 一般教練就可以 真的真的 想要學到80分 想要學到90分 甚至是有可能要比賽 勢必就一定要找專項的教練啊 那再來就是可以找 有國際證照的 比較可信度 比較有說服力一點的 沒有國際證照 可是他如果比賽經驗也很好 代表他有花很多的時間 在投入這項領域 那這些經驗都是很好的 很好的教學 朋友介紹也可以啊 曾經上過這個教練的課 他的推薦 也是很好的一個建議啊 也可以詢問朋友 我會建議啊 就是你可以反問朋友 有沒有學到運動的規劃 我碰到有很多的客人 還是說會員 學生 也有上過教練課 結果後來不會安排課表 或者是不會安排運動規劃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部分啊 花錢請健身教練 應該是要有所學 那應該要去了解說 我為什麼要去練這些器材 在這個過程當中 教練為什麼要幫我 這樣子的課程規劃 應該要去了解這些 而不是說 反正我們去的時候 教練就是叫我 叫我做這台機器啊 叫我做個十下四個循環 那做完之後教練再叫我 可能跑一下 跑個二十分鐘 那其實健身教練 就有一點點像是家教 有點像補習班老師一樣 來運動的時候啊 除了來上課 來找教練上課以外 你自己在健身房 你自己運動的時候 這個動作 可以再來搭配什麼動作 可能一週六練 可以怎麼安排 三練的人 可以怎麼安排 沒教練待 我就又跟初學者一樣 沒有怎樣 我只是覺得就很可惜而已 我會覺得教練應該是要能夠 教觀念 而不是單純只有 我叫你做這個 就做這個 叫你做十下 你就做十下 叫你做三十公斤 叫你做五十公斤 你就做 話少一點 不要問那麼多 趕快做 不是這樣子吧 應該是要 教觀念啊 你的目標 可能是想要減脂 為什麼要搭配間歇 為什麼要搭配流氧 目的性 他的用意 分享這些觀念 來讓人家 懂 教練不在身邊的時候 你也可以自己 自己練 請了健身教練才值得 那我這邊稍微再來分享一些 我自己碰到的一些問題 有些人練家子 他會覺得說 健身教練 有需要請嗎 反正就認真練 我有碰到就是 已經練了可能三年的 相撲硬局 大概160 我練三年 他說 他覺得他 動作感覺怪怪的 卡關 來找我調整那個硬局 那第一堂課 只有第一堂課 來的時候 調整環 他就變成拉190 他本來拉160 這個不是什麼甜蜜奇 不是 他已經練了三年 所以他基本上 他就是160 已經卡關 卡很久了 甚至卡個半年以上 卡個一年以上 那一種 第一堂課 就讓他突破 30公斤 我有一個 碰到的高中的女生 蹲矩150 那相撲硬局 160 那我就說你蹲矩150 你相撲硬局 不只江子 那他也練了差不多五年 練了五年 因為他高中 他國中就在練 第一次 這樣子幫他調整 他就拉到190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意思就是說 很認真練是 也一定會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往往 江湖一點絕 一點 就通的時候 就突破了 所以這個 可能自己練 你自己練 可能練個兩年三年五年 你可能都會一直卡關 可是你可能花個一些錢 少走兩年的路 少走三年的路 就直接從160 進步到190 我講的這些都是 碰到的學生 菜鳥教練跟資深教練的差別 就是都會教 都會教 而且教的都是對的 教 都是大同小異 菜鳥教練就是教錯的 不會 也是教對的 差別差在 能不能看出問題 能不能解決問題 學員出現的問題都不一樣 學員他可能會出現 各式各樣的動作 各式各樣的問題 但是資深教練 他可以看出問題 以外 還可以解決問題 剛入行的菜鳥教練 他可能會覺得 你做起來怪怪的 就是做起來不順 這樣叫做 看不出問題 就算有一些 看出問題的 你那個 重心有點前趴 你那個 膝蓋的內夾 那你有點腳跟會翹起來 就是看出問題的 不知道怎麼樣去解決 可能就只有跟你講說 你重心不要前趴 你可能是因為其他的問題 而造成重心前趴 那他現在只有叫你重心不要前趴 叫你回來一點 可是 你引起重心前趴的這個問題 沒有解決啊 那這就是 菜鳥教練跟 資深教練的差別 也有健身教練 接觸了某一個領域 接觸了很久 基本上他也就是算是本科 因為已經練了很久了 那這樣子他的教學經驗 以及改善問題的能力 是非常好的 這樣子的教練 都是很值得請的 該不該請 就像你可以先看你自己的目標 如果你覺得請教練 可以讓你減少冤枉路 少了很多的風險 傷害 讓你可以更快的 達到你的目標 達到你要的體態也好 才不會兜了一大圈 發現自己課表都練錯了 亂練了 那這樣子就很可惜啊 好那希望今天分享這些 觀念的資訊 給大家參考 好希望你的頻道 歡迎在下方留言 並訂閱分享 我是凱傑 凱傑 Yeah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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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